为什么要出道到37价值 当然是要告诉罗森伯格 一直告诉白宫 请不要莫名其妙地干涉阿国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郭崇敬 就在6月8号的凌晨 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西南 以及东南的试别区 总共出现了解放军的军机 有37架次 分别是歼11歼15以及红6等等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在这时候解放军的军机 又到台湾的两个南方试别区 而这两个南方试别区 又为什么经常会从这里进入 并且产生一定的威吓作用 我们先说 何以在这时候发动军机绕台 或者是基居进到试别区来 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是相隔离大会议 李正夫就已经表示了 整个台湾问题 是整个中国人的自己人的问题 也就是这些内部问题 而不需要外来的人来指指点点 那么这个外来的人指的是谁 指的当然是指美国人了 好 所以相隔离大会议等于是一个起头 而同步间有另外一件事情在做对应 这另一件事情是什么 当然就是罗森伯格跑到台湾来 并且见了三党的候选人 而这个动作表面上似乎 他说他只是来关切 来了解 但事实上根本不是如此 而这是美国的长臂管辖 以及他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 在实时的落实他的台湾之道 那实话怎讲 简单的说 我们可以在最近的几个月里面 明显的看到 从台积电硬是被拉到美国 或者是拉到日本的雄本 这些动作本来对于台积电来说 都是不划算 而且早就在数年前 台积电的总龙头老大 那么就是张忠宝先生就已经说过了 台积电只有在台湾 或者在东亚地区 相对来说会比较划算 因为它其实也是另外一个 劳力秘籍的行业 但是美国为了它自己的利益 和自己有效的长臂管辖 硬是把台积电拉到美国的亚历桑那州去 并且还要陆续的总共建 六个场 同样的事情 它其实也对韩国的三星 做的相关的动作 但对台湾 它其实做的动作远远比韩国 要多得多得多 那我们刚才所说的 罗森伯格这个事情 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 罗森伯格发现台湾 似乎赖清德在民进党 不一定照得住 而极有可能赖清德一旦被换掉 或者是民进党后面 由于他自己的内斗发展 终于造成了民进党未必能当选 那原来美国的投资 似乎就走样了 于是他就要分别跟柯文泽 以及侯永宜再加一谈 而这个动作呢 当然让北京这边 感觉到非常的莫名其妙 事实上不只用北京觉得 罗森伯格这个动作莫名其妙 而是整个台湾 或者是全华人也都觉得奇怪 如果美国自称是一个 所谓的民族国家 那么请问你管别人家的事 做什么 你不断地去介入别的国家 或者是别的国家 别的民族的事务 那你算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呢 于是这当然要有所表现了 所以解放经济在东南跟西南台湾那边 为什么要出道到37架次 当然是要告诉罗森伯格 以及告诉白宫 请不要莫名其妙的干涉他国 到这里呢 我们当然就可以弄清楚了 美国这种干涉的动作 还真的绝非是单一事件 而且很多时候呢 解放军的进行绕台也好 或者是到两个 或者几个主要的识别区也好 并未必是台湾内部产生了什么样的分裂举动 而真实的确实来自于 整个美国的长臂外下 所导致而成的 所以我们说整个解放军 在6月8号的出动 这个空军为什么要出动到37架次 其实就是和香格里拉会议 以及罗森伯格跑到台湾来 到处串访有着密切的关系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